針對中美貿易戰 習近平近期罕見說話 強調美國逼中國人 走自力更生之路不是壞事 難道中美雙方貿易政策 將由協商變成正式對抗了嗎 MSCI英國後時指數大動作宣布 納入A股 陸股瞬間變身外資吸金外售 台股將因此受到排擠效應嗎 關鍵六大警訊全面解析 台南而當次強 不怕美股下跌 依舊一路衝上1萬1 是基底作戰行情發酵 還是第四季作夢行情準備發動 中美貿易戰的轉單效應 會不會再推台股一訪呢 美股會再度升息 川普反應卻是暢散掉 美國升息循環 到底對台股是受害還是受賄 金融資產股又成為多頭明燈了嗎 更多記載內容都在五期金錢報 五期金報 帶你了解金錢貝爾的故事 我是曾晃文 首先歡迎現場四位的雨潭嘉賓 來看到FED呢 一如市場預期升息的一碼 不過呢 在這個記者會之後呢 美國股市開始煞尾環 所以今天亞洲股市呢 紛紛呈現一個跌多漲草的情況 反倒是台北股市今天在股市跟會市呢 表現特別有趣 FED升息一碼 台幣呢 既然也升了一腳 而且升破了一個月的新高 另外台北股市呢 今天上漲了六十點 佔上了一萬一 創下三個禮拜的新高 到底怎麼做解讀呢 另外中美貿易戰打到現在呢 習近平主席終於講話了 他說逼著中國走自力更勝的道路呢 並不是一件壞事 代表中美貿易戰之間呢 中國的態度完全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到底怎麼解讀呢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受到美國股市昨天沙尾盤的影響 今天亞洲股市呢 跌的比較多 漲的比較少 不過有兩個國家股市比較特別 一個是韓國股市呢 今天是亞洲漲幅第一名 創下了三個月新高 那臺北股市今天也算是強勢 今天是摩台結算 拉高結算呢 阿哥之前有預告 這個從台子期結算到摩台結算 都會拉高 果然一如預期 那臺北股市呢 也創下了這一個 三個禮拜來的新高 不過呢 講臺北股市之前 我們先進入到今天的重點 今天重點在哪裡呢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主題版 今天主題版非常有趣 這個習近平主席 推出一個將軍令 什麼叫將軍令呢 如果你有看過這個電影 黃飛鴻的話呢 裡面有一首歌叫做 男兒當自強 這裡面的歌詞呢 其實好像寫出了 習近平主席現在的一個心態 對於中美貿易戰 他是怎麼看呢 他認為 現在呢 這個傲氣面對萬重浪 熱血向納紅日光 這個還是不能用唱的 要唱還是要叫老王幫忙唱 不過這首歌呢 因為這個 唱起來應該沒有特別好聽 所以不用叫老王唱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歌詞的部分 膽似鐵打 古如金剛 這個胸襟千百丈 眼光萬里長 重點喔 他說我發奮圖強做好漢 做個好漢子 每天要自強 熱血男兒漢 比太陽更光 其實呢 就是待會我們就請 這個阿中哥跟我們講 現在中美貿易之間呢 中國的態度完全轉變 他們要自立自強 男兒當自強 那先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的表現 台北股市呢 今天開屏之後 一路震盪走高 創下三個禮拜新高 而且呢 量能比昨天回溫 來到1231億 重點是外資今天又大買了128億 不容易喔 上個禮拜在台子期結算的時候 當天外資也是大買 那今天呢 摩台子結算 外資又呈現大買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有幾檔個股 還蠻特別 第一個 很久沒有注意到的0050 0050今天呢 雖然只是小漲 可是他的量能 既然爆了 從二月份以來最大量 這怎麼解讀呢 待會這個難題喔 一樣丟給老王 另外台北股市呢 最近有一些股票 也是自立自強 比如說 台達電 從這個底部成型之後呢 今天既然用一個跳空的方式 往上大漲了5% 另外大立光呢 一樣喔 原本面臨破底 今天也開始拉了一個 反彈線出來 那另外大成鋼 就是一路一路的往上衝 都沒有休息 其他包括中域 還有這個風 風電的上尾投控 今天其實表現都不錯 都有一點自立自強的味道 不過呢 進入到今天的第一個重點 現在請教一下這個阿中哥 我們說 習近平主席 他特別講 中美貿易戰到目前為止 他想要做的是 自立更生之路並不是壞事 而且呢 之前包括外長王毅也說 因為美國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商務部的副部長也說 跟美國談判 他是把刀子架在 中國人的脖子上 他說怎麼談 然後呢 這個李克強 他既然也宣布了要降關稅 而且這是去年12月份以來 第三次的降關稅喔 所以你可以發覺 為什麼中國大陸現在 對於美國的貿易戰 開始改變態度 我們舉一個例子喔 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 好像對 你身邊的人喔 你通常會比較嚴厲 可是對外人喔 會比較這個 比較不嚴厲 就是對他比較好 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記得 日本跟韓國 跟美國是很親近 可是呢你看 韓國跟美國 最近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大家說這是 上國乳權的條約 所以 中國好像發現 你跟美國走得很親近喔 其實呢 沒有什麼太大好處 我跟你談 之前談 談了半天 結果他可以毀約 所以現在呢 我乾脆不跟你談 我不要當你的好朋友 當好朋友沒好處 我當你的外人 反而呢 你沒有辦法掌控我 可能有這樣的一個邏輯在 應該是說 中國他終於發現 他自己的強點到底是什麼 你會發現 昨天這個習主席的講話 很有毛澤東的氣勢 因為毛澤東以前就說過 因為毛澤東那時候 在做土地改革的時候 他就講過 他說我們要對 億萬人民的智慧 要有信心 是 好 我們一定要有自己 奮鬥到底的決心 你聽起來有沒有像 習主席昨天講的 對 否則的話 我們的建設 還有我們任何的發展 都不可能會有勝利 另外 阿忠哥我們看一下 這個關稅的部分 其實也算是一個大開放 我們看下一張 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關稅呢 剛剛說是從去年12月以來 第三次的降關稅 降關稅簡單來講 他就是大開放 希望更多的商品進口 到中國大陸 這一次呢 降低了1585項 而且呢 這個平均的關稅 從去年的9.8% 降到7.5% 重點是這句話 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呢 統一都可以做 這個外資都可以做投入 過去是正面表列 就是說我規定 什麼可以做 你才可以做 現在改成負面清單說 我認為A不能做 那A以外的 BCDEF 全部都可以做 這完全是一個大開放 那另外一個開放 在股市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個 負實指數呢 已經把A股納入了 明年6月開始生效 那之前 M&S現在納入呢 原本是5% 現在呢 趕在負實指數之前 又調高到20%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呢 你說貿易戰 它跟美國是關門 可是對全球是開門 股市也是同樣一個邏輯 意思就是說 它已經認清第一個事實 叫做中國是一個大市場 所以我繼續走我的路 我說我要開放 我就繼續開放 可是我把關稅降低了以後 按照這些商品進來 到底你的商品 在中國能不能賣 那就不是關稅的問題了 那是什麼的問題呢 行政作業的問題 行政作業 這裡面就有蹊蹺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福特汽車總裁 哀聲比較大聲 他一直在跟川普哀說 你不要再搞下去 你再搞下去的話 我們的對於整個 美國企業的投資 對於未來的投資 我們全部會籌足不前 為什麼 因為福特汽車 現在要進口到中國的汽車 就卡在海關 我讓你進來 我讓你降稅 德國車就進得來 你美國車 我就讓你卡在港口 進不來 我明明看到關稅降低 那你覺得 所以我覺得 習主席或者是 中國的政府官員已經知道 我既然要玩 要跟美國對抗 就要用美國人的遊戲的玩法 要用這些企業家 用這些農民去對他們的政客施壓 而不是由我來做 我講破嘴了都沒有用 我繼續讓步 就是跟韓國日本一樣 簽一些很爛的合約 對韓國跟美國簽的那個 其中就是汽車嘛 要大開放 所以我們 他們看到的 第一個就是我的內需市場 另外一個就是我的金融市場 我就把這兩個市場開放完了以後 接下來開放完市場以後 接下來就看我的了 你們要跟我來討論一下 怎麼樣在行政作業流程上 去做改善 去做優化 我才可能在這裡做生意 那我就會勸你們 回去告訴你老闆 叫你老闆 趕快來 大家坐下來談一下 就是以商逼勝就對了 當然是這樣 那所以事實上在 最近就是在 這個習主席去 這個東北市場 對我們看一下這個 阿忠哥的資料 好你看一下這個他去 這幾天他在東北考察 是 我們先講一下他在哪裡考察 他在東北在黑龍江城考察 對 他去哪一個工廠 他去了一家鋼鐵廠 各位去想一下 他為什麼挑鋼鐵廠 因為在中美貿易大戰裡面 第一個被科徵高關稅是什麼 鋼鐵 鋼鐵嘛 所以他特別挑了一個 鋼廠去看 那不好意思 就在他的大概三天之前 BBC的記者 也挑了河北最大的鋼廠也去看 對 結果你知道 BBC的記者怎麼寫嗎 他直接新聞寫 他說我在這個鋼廠 看到了鋼鐵般的意志 中國不會低頭 所以他們士氣還是很 所以習近平還沒說 但是BBC已經發出這條新聞說 他已經發覺 中國在這場貿易談判上面 決定要打持久戰 好那他們講了什麼 因為他發現那個BBC的記者 因為他去了鋼廠以後 那個鋼廠的經理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 這個鋼廠現在這裡面 你看到的鋼管 本來是要賣到美國去的 對 是做什麼 做這個天然氣的輸出管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國現在正在挖 燃燃油燃燃氣嘛 對 所以都要用那個 那個PINLAN 就是你在這個 美國的挖到氣以後 你要把它輸出到 德州的煉油槽 除氣槽 全部都是用路上的這個氣管 對我們昨天那個所長也有提到 他說現在美國的那個 輸油管其實都剋滿 對 其實你可以產生 產很大的這個鋼延油 但是因為輸油管不夠 不夠 中國本來要賣給他的對不對 現在被剋了高關稅對不對 人家經理多大氣 他說不賣美國人了 我們已經找到別的地方可以賣 果然是鋼鐵般的意志 所以他覺得說這個看起來 連這樣的工廠他都已經覺得 這個已經不是國家主席說了 這是一個鋼鐵廠的 第一線的業務頭子 他在跟你講說 我決定要跟美國人幹到底 好那後來他的分析他有講 他說事實上 就是這個昨天他們發佈的 中美經濟貿易逆差的 立場的一個白皮書 他們洋洋灑灑寫了三萬字 這個三萬字裡面在講什麼 他其實在算給大家聽 算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為什麼我對於 按照美國人的算法 我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貿易逆差 原來搞了個半天 我賣你一支iPhone手機 你是把所有的東西 都算成是我中國做的 但是不好意思 裡面的晶片 也不是我做的 裡面的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做的 只是來這邊組裝而已 都是你美國人賣給我了 然後我拿回去以後 你就全部都算到我頭上 他就把整支iPhone 一支五萬塊的金額的逆差 全部算在中國頭上 整個三萬字裡面 主要在講什麼 就在講說 美國人的算法對我們是不公平的 沒錯 所以你們 我們是 我們拿到了逆 這個逆差 但是誰賺走了利益 利益是被美國 美國賺走 好 你星巴克的咖啡在哪裡比較賺錢 是在美國比較賺錢 還是在我中國比較賺錢 也是在中國大陸 那你的美國企業 都在我這裡賺錢 然後你跟我說貿易逆差 然後你來說我不公平貿易 那你在講什麼 是 好 所以他看到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看到了這個整個的經濟的結構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要從中國的什麼工廠 世界工廠轉成世界市場 所以他看到了什麼 他過去是靠投資 整個外企的投資 可是現在他靠著什麼 消費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真正讓中國有信心的是什麼 是他的消費 各位你看一下 中國去年的汽車市場 平均成長率3.6% B&W成長多少 15% B&W成長25% 意思是什麼 我不只是一個大的消費市場 而且我的是高端消費占的比更高 沒錯 我們先不管這個高端消費到底怎麼來的 是不是歐勢啦 是不是貪官污吏搞出來 但是問題他的市場 就是有這麼大的成長 你再來看啤酒 平價類 就是中國local生產的啤酒 是倒退的 衰退的 中價位成長2.3% 高價位成長多少 15% 哇都是高端消費 所有的跟飲料都一樣 那簡單說嘛 星巴克的咖啡 你如果星巴克要做生意 你要在美國做生意 你要擴張在美國 還是要擴張中國市場 但是中國 那如果我看到這個 我當然是擴張中國 所以我的消費市場 才是我最大的武器 那進消費市場進來什麼 你的關稅我要幫你降低 但是問題行政作業流程 那就大家 可以當成 談判桌上的籌碼 大家再來談 另外一個他看到了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 中國的研發支出 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 第一大是美國 還是美國 好這個大概5000億 中國多少2600億 2017年 好所以你看到是 中國已經知道說 就這個就是習近平講說 我要走自己的路 自力更生 那我的 我走自己的路的基礎在哪裡 第一個在我有一個 廣大的消費市場 我這個消費市場 你要不要進來 你要進來 大家就來坐上談判桌 那誰能夠驅動川普 坐上談判桌 就叫美國的這些企業 這些跨貨企業來做 我們看一下 阿里巴巴最近也 這個也是他最近的 一個接受的訪問 他說美國商品不是唯一選擇 在全中國賣東西最會賣 現在是誰 當然是阿里巴巴 那阿里巴巴已經講了 說美國貨不是唯一的選擇 那意思是什麼 我們中國 我們的內需市場很大 大家要打持久戰 所以各位你記不記得 第一個號稱說 這個中美貿易大戰會 所以一打不是打10年 是打20年是誰 馬雲嘛 馬雲說的 所以事實上你看到 他們內部已經知道 慢慢的在調整 他們的戰略 就是一個持久戰 好那我們再回過頭來講 這個 這個就是跟我們今天 投資中國是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各位我們最近看到 中國常常講說 國有企業一直在成長 民營企業都在收攤 中小企業都死光光了 因為去槓桿 去到頂了以後 我們的民營企業都垮光了 就借不到錢 可是各位你去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誰的獲利在成長 事實上是 民營企業的獲利在成長 尤其是在新經濟的這一塊 這一塊幾乎都是民營企業 好那我們再來看指數的 佔指數的比重 特別是在MSCI中國指數 各位我們今天投資中國 我們就很重要了 你會發覺這一波 中國A股跌的比較多 可是相對MSCI中國指數 跌幅沒有那麼慘 就A5時期沒有破敵 對關鍵是什麼 關鍵在指數的成分股 到底放哪些指數成分股 如果你繼續放那個 第一產業跟第二產業 就是放原物物料 鋼鐵製造業 那你就死了慘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放在 服務業 新科技 醫療這些服務產業 你看到預估到2020年的時候 這個國企跟非國企 這個是非國企 這個是非國企 來到七成 預計會到70% 所以現在 就是我們所謂的非國企 還沒有超過五成 可是預計2020它會超過七成 所以事實上真的 優秀的投資者 優秀的經紀人 他們在看的是什麼 還是看民營企業 中國的這些民營企業 那以後投資台灣的ETF 入股的ETF 如果長期投資的話 可能要挑的 要以民企為主的ETF 當然我們就要去看這些ETF 它裡面到底是以A股為主 MSCI中國指數為主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可是中國最重要是什麼 你要看它有沒有什麼領先的指標 對不對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說 中國股市跌那麼多 到底跌到底了沒有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白酒指數 白酒指數 好我特別幫大家算一下 這個是6月13日到9月13日 這邊跌了多少 跌了32% 可是你有發覺 從9月13日 今天已經多少 已經大概是 差不多快半個月以前了 十幾天前 默默的中國白酒指數已經漲了 這邊已經漲了十幾個% 12%漲上去了 所以每一波 它的漲幅是比上陣來的 更強吧 沒錯 好 所以你會看到 買民營企業 買中國的消費型的產業 而不 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高端消費 什麼東西可以跟賓士 去跟那種高價的啤酒比的 就是中國的白酒 而且白酒指數 其實在中國大陸來講 算是一個信心指數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講 這貴州網路台 每年要出產的這個量 是固定的 你一般人是買不到的 而且大家買了之後 通常都買得到的人都不願意賣 那你會拿出來賣 因為他會一直升漲價 對 那通常都不願意賣 你會拿出來賣 代表什麼 代表你可能缺錢才拿出來賣 所以大家不願意賣的話呢 代表這個價格會越來越高 所以白酒指數創新高 代表中國大陸的人民的信心指數也是創高 沒錯 那我們看一下茅台對不對 茅台一樣嘛 就在6月份的時候達到最高點 然後就看他一直跌 什麼時候在影響被貿易大戰打到 就是在這一段 對 所以你就發覺他們在調整 那什麼時候他們已經在領先 已經跌到底開始在反彈 所以這個是一個中國的領先指標 大家不妨看一下 好 非常謝謝阿忠哥 把這個貿易戰跟入股呢 做一個長期的規劃 不過回到台北股市 今天的表現特別有趣 台北股市今天是逆市漲的 不過呢 還是有一點點這個疑慮 人家說人無遠慮 必有盡憂 我們看一下 遠慮有什麼呢 來請教老王 台北股市目前 現在面臨的外部條件有兩個 中國大陸的A股 現在很多的這個資金要進去 還包括美國的升息 也把資金從台股拉出去 所以台北股市有沒有可能受到影響 但是至少台北股今天是自力自強 今天上漲的 那A股呢 當然他這個不管是MACI 還包括這個剛提到負實指數 台股的資金應該會挪出去 那之前就有預估 大概會有1500億的資金會往外挪 那另外呢 這個台灣跟韓國的股市 當然權重可能就會被壓抑到 那因為入股是調升嘛 那對於這個外部另外一個因素呢 在於美國 因為美國升息 我們知道錢很可能會回去美國 可是台幣今天升值了 那另外呢 當然新市場匯率 我們要持續做觀察 以及這個蠻重要的 大家要特別關注一下 現在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話 已經突破3% 台北股市長期能夠讓外資想要買的原因是因為 台北股市平均殖利率大概也是4%左右 或10%多一點點 可是現在呢美國殖利率 10年期這個無風險的利率呢 已經來到3%以上 所以外台北股市的 殖利率的這個信力可能會越來越低 這對台北股來講是一個遠慮 不過呢台北股今天真的很強 今天呢又拉了一根紅棒 這個三個禮拜的新高 那當然市場有在擔心說 電子股最近的成交比重有點低 像昨天 54.56%創下33個月新低 今天盤中我跟老王還要討論 成交比重電子呢還降到52 那到底電子比重這邊降這麼低 可是指數往上漲到底好還是不好 其實過去有一個經驗 如果電子成交比重比較低的話呢 其實通常呢可能是一個電子股的買點 所以今天很多包括電子股呢都開始做反彈 那另外台幣的部分呢今天也非常的吊詭 美國升息一馬 台幣既然可以升值盤中1.37角 創一個月來的一個新高 那另外剛提到台灣50今天也爆一個大量 所以整體來看外優的情況 你覺得台幣股是怎麼觀察 對外優的情況 像今天這個台幣的升值 我覺得是因為升值在符合預期 一般的預期今年會升值三次 所以不是意外 也不是意外 就我們常說不是在合理之中的利空 就不叫利空了嘛 股市最怕這個 不預期的沒有預期的 對突然的嘛 所以如果說今天12月再給你升值一次 那可能大家就比較危險一點了 那至於像升值的話 我覺得對像美股 我們對照過去美股升值 這個台股其實也是往上趨勢比較多 所以這個雖然是一個外環 但是也不用太過擔心了 最近還是台股要當自強了這樣來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圖 今天其實有個特別的地方在哪裡知道嗎 在0050 0050 對 今天0050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我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從2月份以來 我發現 1050的量就是2月份以來 這一根以外的最大量 這個是2月的時候的股災嘛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今天爆發 今天這個量將近3萬張 你看這長那麼多 那這個就非常大一 我常常講大量都非常具有意義嘛 對啊 究竟是什麼意義 我帶大家回到過去歷史來看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這個在2014年到2015年的時候 還有2015年 2015年 2015年的時候 也曾經來到了3萬張的這個大量 我要用這個圖來跟大家解釋 這一波你看 大家可以這樣 這樣往上來是不是一個上升趨勢嗎 就是慢慢漲上來的 在漲上升趨勢的過程中 突然爆出了大量 3萬張以上 只要你可以守住這個大量的低點 你看這幾天不管怎麼測試 怎麼打都守住 它就怎樣 最終就是往上一個噴出段 一個大漲段 可是這樣緩過來 大概從這邊慢慢漲到 跌到這邊算是下跌段了 就跟這邊不一樣 下跌到最終爆出2根大量 3萬張的 這時候這個大量的高點 反而就是壓力也不是支撐 你看你把這個壓力劃過來 是不是反彈上來 過不去 就直接下去了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0050 放大一點 對這個時候要放大 就這個時候來看 它是一個上升的嘛 上升 所以很簡單 你今天要判斷就 你今天的低點 今天低點 低點為主 大家可以自己查 今天低點只要不破 我認為台股要往上去挑戰 這個高點機會就非常大 反之它如果今天低點跌破 那可能就要進行個整理了 基本上按照外置的操作 是不容易跌破的 除非有個意外才會去跌破 0050的今天的低點 就很關鍵 對不要跌破 非常關鍵 就還有高點 對還有高點可以期待 那短線當然我們看還是有網上的空間 是這樣看 好 那講完完之後 這個是 這個是 歷史故事 對大概這誰 萬明哥又要來了 萬明哥又要來了 這誰 給你看一下 古人 對我們要問一下來賓 唐太宗 大家都知道 大家歷史都很說 唐太宗 因為唐太宗曾經講了以後 他說什麼 以同為敬可以正義觀 那以死為敬可以知心替 所以我就帶來我今天的看法 你上次是用魏貞 我上次用魏貞 那我現在就用唐太宗 結果今天來賓太聰明了 直接都發現 好 上次是問慕華哥 對 慕華哥說是孔子 對 那我今天準備講說 突然跟唐太宗大家比較好認 那我要跟各位講說 大可以剛才有提到 今天電子股的成交比重 這個創了33個月新低 對不對 所以我才要把唐太宗請出來 我們去回顧30個月以前 那個時候電子成交比重 降新低的時候 來到新低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裡 剛時候在這裡 然後大概是2011 你用櫃買指數當代表 因為我跟大家講 其實大盤 不用管電子成交量低不低 因為它有金融股 有那種說話股 它一樣可以衝 可是電子成交量低 最容易打擊到誰知道 是我們中小型股最多的櫃買中心 對 像你今天其實櫃買中心 又差點快破底 就很疲弱 所以當時 櫃買指數破底 不是櫃買中心 你不要唱吹人家 沒有櫃買指數 那你看 這個審議11月9日 2015就30個月以前 這個它是不到 差不多在5成左右而已 之後你看就一路跌 那跌完之後怎樣 電子比重開始回來了 就一路大漲 所以剛才大黑你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電子比重低的時候 通常都會是一個買點 為什麼 因為它會跌嘛 因為沒有人沒有量就沒有價 所以很一樣 可是問題是什麼時候漲 你要關鍵這個題材 像不然它這邊就先跌了 那我們再用最近的例子 你說它比到90前 我們說最近的例子 像8月初 今年8月底的時候 今年8月底 前一陣子8月底的時候 這邊的成交量也不到6成 也是5成多而已 你看震盪震盪之後怎樣 又往下跑了 因為真的沒有量就沒有降 然後這邊再做一個橫盤 同樣的區間 跌破區間低點就要趕快跑 一樣這邊又打了一個區間 對那你就關鍵 假設電子成交量一直不出來 萬一來了一根黑黑 跌到這個 我覺得電子成交比重 沒有回到什麼6成 或是7成以上的話 那我都覺得非常危險 然後跌買指數就要小心 但是呢 因為這區間震盪啊 如果有一天來個紅K突破 而且這個電子成交量就回來了 那我認為 往上去挑戰這個區間 他好像就非常機會大了 所以短線就區間等你看 好看能不能突破 好這個講完這個台北股市 指數的自立自強之外 其實呢 法人在這個條件之下 如何自立自強 今天是9月幾號 今天是9月27號嘛 對 明天是第三季作帳的最後一天 今天報紙既然寫說 這個第三季反任強股票 把它列出來 我們覺得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明天是最後一天了嘛 所以我們要給老王的課題 是 第四季 有可能會繼續作帳 但還是講一下 第三季作帳的股票 這個老王之前提過的大同 今天還在創 準備挑戰破端心 對然後 這個日盛生之前 文聖哥也講過很多次 幾乎 都講在起漲點 那陣容今天也強勢 那其他買比較多 像遠東京台達 台積電跟音業達 這個漲勢也都不錯 不過重點來看一下 給大家一個信心 歷年 從2008到2017年 第四季台北股市的漲幅 基本上都還不錯 大概只有 1 2 3 只有三次 最近十年只有三次是下跌 其他七次都漲 而且有些漲幅還蠻大的 重點是大家看一下這個正幅 正幅都好大 意思是什麼 我們來一下台股的K線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第四季一定會漲 可是正幅會很大 那代表什麼 如果有拉回的話 反而都是一個買點 因為最後他一定是漲 可是正幅很大 代表他在這邊會 會大震盪 所以拉回的時候 反而不要太偏空 這樣講對嗎 大概也有一種可能 就先大漲 然後再給拉回來 那就比較 那就是 往上衝的時候不要追 但是下來的時候 可能要比較勇敢 反正就是有跌你就可以注意去啦 然後你要盡量避開那個下跌段 那你要找自救更生的方法 投信當然也是 其實這張圖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這個我們有的節目都講過 像這個音業達 這個大同都講過 可是還有一檔 居然美麗在上面 哪一檔 那個馬上給我台達電 台達電 這個台達電不是大K你講過的嗎 我記得印象非常清楚 我當那個金融報主持人來 唯一講過的股票 分析師的身分講過台達電 但是我是說長線可以注意 長線看好 那他其實你看這個投信的 這個小編可要幫我找一下 你看他投信 其實他投信也是投信在作帳 他也一路買 你看今天又創一個波段新高 所以要肯定一下大K 其實我都在注意你的股票 所以簡單來講 你跟著投信的操作去做 其實你還是有一點賺頭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看一下資料 你跟著投信做 有些人會賺錢 有些人為什麼會賠錢 這個等一下我會繼續跟大家講 我們先看投信怎麼自救 你看最近一個月跟半年的績效 所以我去抓富邦他們 抓各個投信他們的基金 你看最近半個月 最近一個月 第一名的話是富邦台灣科技植物基金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這幾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富邦還蠻多的 對富邦還蠻多的 還有什麼不太低波動基金 好那下面這個呢 是過去半年以來 因為這一個月比較短期 半年比較長期 在比較穩定 績效比較好的 大家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第一名的富邦台灣科技不見了 嗯 代表他過去其實表現都不好 對 他是最近才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 他為什麼最近才好 那你可以發現 這邊排名是過去 這代表是過去一個月績效好的 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第五名 這邊都還存在 代表這幾檔除了第一名之外 其實他過去半年 跟過去一個月表現非常穩定 那他們的關鍵在哪裡呢 今天就幫他做分析 第一檔 這個就是富邦台灣科技指數基金 就是最近一個月表現比較好 那為什麼突然會竄起 來看這邊 他有廣達跟合作 電子五哥 剛好是最近 電子五哥 最近就是前一波 蘋果新技發表的時候 有反彈比較大的 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兩檔其實過去跌很深了 加上他的友達群上去 所以他過去半年其實表現不好 他最近一個月比較好 那我們就認為這個比較稍微一點僥倖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這個 看一個就是長線一直都表現不錯 表現非常好 今天表現非常好 誒 框起來的呢 這個是傳產股 藍色的部分呢 是金融股 那你可以發現 這一檔國泰地波動第二名的 哇 傳產十檔就佔了 七檔 八檔 七檔之多了 七檔之多了 那再看一下這個富邦臺灣自理一百檔 也是十檔 就佔了七檔的 你看說話他買超多的 所以投信這一次 都是靠傳產跟電子 因為你知道電子都非常慘嘛 你說最近在買被動元件買新運元都是疊啊 對他就買一些傳產 你看而且投信會比我們早 更秀到那個位置 我們現在才知道傳產 可是投信早就在佈局這些傳產了 好 那你接下來說 那我是不是跟著投信操作就很OK 對不對 一定要想一次 因為大家想說 每次季底都有投信作戰 可是投信的 這個作戰或說操盤 到底有什麼樣的美感 有些人一買就掛 所以我要告訴你 有五大特色 第一個投信就是最高殺低 我講多次了 所以一定就最高殺低 天生的習慣就這樣 那第二個就劍長追長 第三個呢 就看疊殺疊 這三句好像是同一句 最高就是劍長追長 殺低不就是看疊殺低 所以我剛才 你是在騙稿費 沒有我主要是傳達 投信就是這麼幹 就是很喜歡追高殺低 很重要就要講三次 所以你對他們操作 要非常欺負他們的邏輯 是這樣的 好在第四點 所以簡單也是第二點 就是高檔轉賣的時候 他有同志 這個耐群 大家都講要做到什麼 對 有個投信 可能就偷跑了 明明大家講說90塊要賣 他可能80塊先偷賣 這種要抓出來打 我們就要小心 這種你要小心 這第五種就是 老鼠屎 對 疊墨成本區 全都套 就大家都套好了 這時候就看哪一個怎樣 先退出那個群組 就這個爛群組 我先離開群組 誰先開第一槍 你就要跟著繞跑 對 那我接下來會做範例 給大家解說 來 我們舉欣欣來看 欣欣你可以看到 這邊投信買一堆嘛 對不對 買一堆高檔套勞一堆 看誰開這個第一槍 有人開始轉賣 然後你們發現 對 就一路崩跌了 我就回到起張點 沒錯 然後第二件事情 高檔開始轉賣 這邊低檔 哇大家狂買 你看這一路拉 追漲 一路買 聽命買 然後這邊 大K你發現這個股價不動了 因為開始有人大跑 可是全部有人偷偷在賣 就第四點 有同志賺了 高檔轉賣 沒說要先跑 就自己偷偷跑了 還留在群組 對 偷偷跑 所以你看後來發生什麼事 哇一路急跌啊 崩下來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所以跟投信操作要特別留意 如果你發現高檔已經不動 可是有人在偷偷賣 趕快賣就對了 因為有人發現有賣 後面就會跟著賣 再看這微信 微信也一樣 微信在這邊是不是大買 一路漲 投信天天買 就是標準追掌 來這邊 開始不動了 高檔很慢 開始偷偷賣 你就趕快跑 為什麼 因為 你不跑的話 後面的人 比如說每次A投信都先跑 然後我們兩個講話都太快了 字都疊在一起 我們講慢一點 比如說每次 阿東哥都先跑 阿東哥跑完之後 我發現阿東哥跑了 我就跟著跑 對不對 那我通常就偷面這屁頭 然後我沒跑 你沒跑 你就在這邊殺低的 對 所以我告訴你 高檔有人偷偷跑 就是個警訊 那再來一種 就全部 我剛才講 全部都套住 這不是 我上次有介紹過 這我跟大家介紹過 看到會跌的 因為他在投信 拼命做商 拼命買 對 但買不上去 買不上去 後來開始 跌下來了 有人開低槍了 連賣 開始連賣三天了 這個時候你要怎樣 趕快跑 因為其他被套老了 後面也會殺出來 你看就一路跌 所以這個 那你這個要判斷 就是你要去抓他的 比如他建倉成本 在這個地方 你就把成本 這個區間畫出來 畫出區間墊 不跌破 代表他們跌破 你剛剛講是已經發生的 第三季做帳也要結束 那我們要講未來 第四季 你覺得有機會做帳 所以我挑了兩張股票 我覺得你看 像昨天開始有投信大買了 這個一天買了2000多張 這個是2329的華泰 那 你記得我上次有教過說 當衝的話 標的 你其實可以選前一天 當天投信有大買的 單日大買的 隔天就容易衝高 我們看一下看 華泰的盤中集市手術圖 你看 我說如果你試試看 對 每天的這個投信 你看 昨天你發現他單日買了 那昨天大買 2000多張 你今天早上 欸 開D就是你的機會啊 你就可以做個當衝了嗎 所以只要單日第一天大買 第二天通常還會有高點 對 第二天都會有高點 你去做當衝 都蠻好做的 但我強調就是當衝 這我們以前也教過 好 那今天已經漲上來 為什麼過不去 因為這錢高在這邊 我錢高就是個壓力嘛 對 所以未來他就要 贊助這個11.40 就能持續往上 那你說短線沒關係啊 你就 今天剛好收11.40 對 今天剛好收11.40沒錯 所以明天很關鍵嘛 那其實你不要保守 沒關係 因為這裡有個跳空缺口 大量區也在這邊 剛好是10.8左右 所以你倒不然可以等他跌下來 如果頭戲持續買超 再做一個進場 做一個操作 就比較安全 回測缺口的時候再進場 對 比較安全一點 只要不跌破10點是這個缺口 大量的下緣 都還蠻多方趨勢的 是 好 謝謝老王 把這個法人的自立自強的個股 我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不過接下來呢 有一些這個企業 可能在未來自立自強 包括中國大陸現在很多 自主開發的企業 跟這個商機 可能會意義浮現 我們請這個文聖哥 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因為總到現在呢 剛提到 這個習近平主義 就說要自立更生嘛 所以他們過去其實包括 半導體基金 投入金額非常多 然後另外呢 大飛機也好 超級電腦 還有這個什麼 雷射望遠鏡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要自主開發 那阿里巴巴也宣布要 要成立這個平頭哥 半導體公司 其實這些產業 不管怎麼樣 最後呢 其實最受惠是誰 台灣的台積電 因為今天報紙提到 台積電呢 它在中國大陸的營收佔比 正式突破兩成以上 代表中國大陸呢 在這一波自主開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台積電最大受惠 除此之外呢 其實中美貿易戰打到現在 除了他們要自主開發之外 很多的轉單效應也開始出來了 大家看一下 包括紡織也好 或說電動車零組件的 甚至鋼鐵的 中鋼也說他們有獲得轉單 另外呢 包括像工具機 像鑽權 巨停 這個巨停這邊股價也很強 都是有轉單的效應 另外呢 MOSFI也有 所以股價都開始有表現 你怎麼看這個中美貿易戰 目前轉單的商機 其實從 昨天習近平的 這個講話來看的話 中美的一個貿易戰 他已經確定是開打了 對 而且要打很久 已經打很久 那一定會有一檔接著一檔 這個比較具有 關鍵性的這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企業 他會成為美國主打的標的 之前我們看到了中興華為 中興華為 他所帶出來 是跟台灣有一些相關的 網通的概念股 全部都被打趴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最近的新聞 有發現一檔 具有戰略性的一個公司 叫做海康衛視 海康衛視 是做監控的 對 那我們先從這個來看的話 海康衛視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受惠股 其實我們經濟部長 已經有告訴我們 大概就這10個產業 那其實有點籠統 那只是 比較明顯的 可能就是鋼鐵 大成鋼 大國鋼會 大漲創歷史新高 也都是在這種轉單的 一個效應底下 還有一種就是 過去被大陸 打趴在地上的產業 就是所謂的 安控產業 那這個產業 剛剛有提到 就是海康衛視 海康衛視 一家公司 就把整個 台灣的整個安控產業 全部打趴了 過去賺一個股本的 包括生態 包括精銳 還有這個企業 從四個股本 從一個股本 到去年 有兩家是轉為虧損 那只剩下精銳 還維持在 這個比較相對高的獲利 那我們來看整個安控台灣 為什麼會被大陸打趴呢 其實你看最近 張學友的演唱會 抓到很多人 那麼多人就可以抓到 這麼多 通緝犯 那表示他們的一個水準 已經來到了香港 包括人眼辨識等等 那所以呢現在美國跟這個所謂的 其他的西方國家就聯合起來 不供應給他裡面的關鍵零組件 其中有一個叫做電子管的 那如果這個動作再持續下去的話 如果海康 萬一成為像中興華為第二的話 他跟台灣不一樣 就被點名了嘛 對 因為國安的問題 所以就不採購他的產品 不採購他的產品 所以他的股價呢 我們看從本來多多大漲 因為全球市占最大嘛 對 現在一路漲 一路漲 從貿易戰之後開始 開始 那現在已經跌了30幾% 已經跌破了 已經變空頭走勢 已經變空頭的一個走勢了 那我們知道中興華為跟台灣 是有供應鏈的關係 所以中興華為被打趴的話 台灣這邊有一些網通股會受害 可是海康會是跟台灣這邊 是處於完全競爭的一個態勢 完全競爭的 完全競爭的態勢 所以他的訂單會跑出來 會跑出來 而且已經跑出來了 但是你看他們最近的一個股價 除了這個 企有這個生態 因為他們的一個機器 第一次沒有錯 但是業績還沒有出現 獲利還沒有比較好 還沒有起來 所以你看 比較好就只有精銳 只有精銳 所以精銳他的整個一個 形態就比較漂亮 已經突破了 那等下我們再來做一個放大來看 其實為什麼 精銳會有這麼大的一個 差別這麼大的一個表現 最主要是他在面臨海康威視的 威脅的同時 他還有新產品出來 比如說這種 所謂的3D人流技術攝影機 我們在台灣我常常看到有 這個大賣場 有人拿著計時機 公圖身在那邊算 對 算人 他開發出來的這種 所謂雙鏡頭設計模擬 人類雙眼的一個 這個立體視覺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這個人流技術攝影機 他可以把男孩男生女生 分辨出來 大人小孩辨識出來 甚至你有一些是雙向到的 他不會去重複去計算到 他有些是回流的 我們像看這種電幅梯 有人上去下來 他也是可以精準算出來 到底現在人流有多少 對 他就變成是一個大數據 提供給這些零售商 作為未來你要什麼時間點去 調派比較多的人力 來作為參考一句 這個新產品在今年的一個出貨 比去年大幅成長一倍 文森哥你說在南美地區 銷售非常好 其實真的 因為金瑞剛好我的這個 有個親戚他在裡面上班 他在墨西哥 他說墨西哥之前他們金瑞 其實做得不錯 之後海康威士實在太強了 因為大陸其實他們去搶市場 很簡單 就是他今天去拜訪 這個我那個親戚 他去拜訪A公司 下一秒鐘 那個大陸的業務 就去拜訪同一家公司 然後用更低的價格來搶單 你完全搶不過他 所以他們就業績有受到影響 不過就像你講現在中國大陸開始 受到美國的貿易戰壓抑之後 其實訂單真的有開始流出 對 而且是很明顯的往台灣這邊來流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現在美國已經明確的 一些部門已經明確的禁用 海康的產品了 所以訂單確實是往金瑞 金瑞過去只有在台灣設廠 綜合廠它的產能已經蠻窄了 所以他在台大電的桃園廠裡面 開始擴廠 為什麼台大電呢 對 因為他 他被台大電入主了 對 他只有49.12% 我們剛剛一開始你有提到 台大電整個一個型態 跳空大漲整個轉為多頭型態之後 外資開始調高他的一個平等了 所以整個台大電相關的集團裡面 我想 所以台大電母公司動了 子公司也有機會 也有機會 那其實你看過去的一個經營能力 都比他同業來的傑出的話 那再對照他的一個擴廠 他在台大電裡面擴的產能 10月就要開始開出來了 那從整個產能跟中和廠來做比較的話 是1比1 那換句話說 如果這個在台大電的一個 桃園廠裡面的產能蠻窄的話 他的獲利 理論上就是要乘以一倍 那照公司的講法是 這個桃園廠裡面基本上是先接代工的 所以他毛利如果可以比中和廠差一點 所以我們不用1比1 那即使不用1比1我們用1比 這個成長2成3成 甚至4成5成都有機會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表示 今年的一個獲利上半年已經是正成長了 今年去年5塊賺5.12 今年也會超過5塊以上 那你明年這個產能 如果讓你再增加個3成5成出來的話 他的獲利又會回到歷史相對的一個高峰 這就算為什麼他的股價可以從低基起一路的往上 過關不是關 一關一關來過 最近突破年線之後又回測這個年線 一直沒有做一個跌破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整個一個底部型態已經出來了 再搭配他本身不是一個 從台達電集團他本身也要跨入所謂的AI 這個相關的領域 那A這個精銳的這個鏡頭 剛好可以跟他做一個互補的動作 變成機嫌的眼睛 對 沒有錯 所以這結合在一起的話 轉單效應 擴產效應 新產品還有台達電入股的縱向 我們預計會在明年會呈現出來 其實下半年第四季就會呈現 所以很有可能會成為未來法人佈局的 因為最近已經看到有投信偷偷的在小買了 我想最能代表整個中美貿易大戰裡面 轉單的一個產業 就是除了鋼鐵之外 接下來大家可以往這個安控裡面去尋找 好 這個非常謝謝文盛 另外下個就讓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美國FED昨天升行一馬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有一個族群特別強 就是在金融股 包括這個中信金還有開發金 都悄悄創下波段新高 而且填息囉 所以今天廣告我們上回來討論 升息底下的受惠族群有哪些 昨天晚上國際間最重要的大事 但是FED一如預期的升息印馬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升息印馬的情況 到底鮑爾說了什麼 其實鮑爾他也沒有特別講什麼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要升息印馬 重點是他說未來呢 還是會走上這個升息的路線 是不會改變的 那其實這個內容呢 沒有什麼太大的重點 所以我們不討論 重點在哪裡 有一個人很有趣 川普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國家表現得非常好 可惜呢 因為我們表現太好了 所以呢 他們就是FED剛剛升息的一些 我不滿意此事 代表呢其實FED升息 是照他的步驟在走 但是呢川普卻非常不滿意 直接講說 我對升息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這個可以再考慮看看 那重點呢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川普最近有一段話 我覺得非常有趣 這影片一定要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最近是聯合國的大會嘛 川普去做這個 好像輪值主席的報告呢 裡面呢 有一段有趣的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 川普在兩年 我的民主席 我的民主席 已經成功了 超過幾乎 任何民主席 在歷史上的我們的國家 美國是 真正確的 我沒想到這回應 但那是OK 為什麼要看這段影片呢 其實川普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你可以發覺川普在講說 美國很偉大的時候 全場底下都在大笑 但是他其實非常的幽默 他直接說 我沒有想到是這樣的一個反應 其實老王我們也要學一下 你知道嗎 就有時候自己講笑話不好笑 像老王是很聰明 就直接自己大笑三聲 掩飾那個尷尬 其實川普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有機會跟他多學習 這是一個題外話 不過我覺得這很有趣 讓大家知道 美國的總統領導人 過去包括歐巴馬還有柯林頓 其實現場遇到抗議的時候 反應都非常的快 反而可以贏到更多的民心 回到重點來看一下 這川普不滿意升息 但還是升息的 請教一下敏寬老師 台北股市 今天另外一個強的族群在哪裡 資產跟金融 其實都跟升息有關 那我們看一下 我剛提到包括幾檔股票 包括2891的中信金 我們看K線 是不是一路創新高 另外2883的開發金 今天也是創新高 而且是填息了 另外今天又開始轉強 包括2801的張銀也是 看一下張銀 張銀的股價 今天也準備要填息了 而且要過高 另外2881的富邦金 我們看一下 今天也開始漲了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看一下 他也準備要填息 其實還是要講一下 之前老王有講說 金融股其實過一段時間都會填息 果然現在都在一一填息當中 那你怎麼看升息底下的選股策略 如果回到台股的一個架構的話 我們倒是覺得比較簡單 這波的升息很簡單 升息來說的話 就是有兩個族群 一個是我本身好 然後我升息之後 讓我本身變得更好的 這就典型的在資產股的一個身上 另外一個部分 在借利使利的一個身上 借利使利的股票有哪些呢 金融股當中有 壽險股這個當中也有 殘險股這個當中也有 那現在來觀察 對 現在來看就很簡單 反正我就拿別人的錢 來借給別人 那我中間這個operation 我中間這個操作的空間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我們現在比較重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其實就整個所謂的架構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就是說 去看大做小 什麼叫看大做小 今年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今年就是 因為現在市場上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散戶 很怪 我上個禮拜 這是真的你知道嗎 我上上禮拜帶我家貓去看醫生 那醫生剛好說 你不是那個57紀念報的某某某 他其實名字講不出來 沒關係 然後我昨天去買那個漱口水 那個藥劑師也說 你不是57紀念報的某某某 重點是我都問他們說 你們看紀念報有沒有賺錢 他們說 這個沒有賺到錢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敢進場 其實他們都是醫生 是藥劑師都是這個高資產的 他們其實最近對台北股市 他們都不太敢進場 就是他們不敢進場 所以台北股市一直漲你知道嗎 這波的一個升息 我們其實可以看大做小 例如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國泰金那麼大 富邦金那麼大 可是他還在漲啊 然後中信金 中信金我們不能夠否認他一點 他是全台灣最大的 在做consumption 他在做整個所謂的信用卡等等 他是最積極的 他幾乎跟外商是一樣的積極 可是我們看大做小 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個叫新產 新產你說我們仔細 把他的線型打開來看 各位這個叫外資 外資是漲也買 跌也買 漲也買 跌也買 那我們就可以想幾個重點 第一個外資在想什麼 那外資目前來看 很簡單 各位 他是賺錢的 對 他那個主結構 他是賺錢的 就位黨在整個 第一寶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敏寬哥你今天講的 都是殘險 對 都是殘險這一塊 那為什麼要看殘險這一塊 就是 目前我們去看純粹的 金控股很大嘛 他們都千億千億千億 當然他也會漲 其實剛才 大K也跟我們拉 也拉到了很多的線型 開發金 這不大嘛 很大 富方金大不大 這個也大 中信金更大對不對 可是看著大的 來做著小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 抓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因為美國他在漲利息 那美國漲利息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些大金控股 其實他們很多的資產 都在美國 沒錯 我們台灣其實我們說真的 很多人都想說 我看到很多的網民 都說我們台灣很弱很弱 其實我們台灣很強 這波我們仔細來觀察 美國今年到這次的9月 他是不是三次做升息的動作 三次升息的動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如果全世界新興市場去看 誰倒了 阿根廷倒了嘛 誰倒了 墨西哥倒了嘛 那目前來看的話 很多的國家都倒了 因為我們的資本帳夠強 我們的外匯夠多 所以我們是夠好的 那我們來看到第一寶 其實第一寶也是相同的一個架構 目前以第一寶來說的話 他的整個線型的一個 不過他第一個多頭的一個線型 而且今天的一個架構有點 就是說修正完之後 橫盤他又往上走 可是各位30億 一間30億股本的一個公司 他目前的帳上現金有17億 他的股東權益有5億8千多萬 然後他的獲利 我們說獲利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令人很驚豔的 一家16塊錢的一個公司 今年的上半年 就已經獲利來到1塊2毛多 接近1塊3了 那如果說在依此類推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有去估計出他 今年的一個獲利的一個部分的話 今年的一個獲利 大概都可以來到2塊錢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要去找 找到一家公司 在進行中